主委我想请教一下 我们这个青年职场体验计划 我们今年到现在为止 我们一共梅河成功的有多少位 到目前为止 他们的给我数据1300多位 1300多位 我们计划是1900位 那这个是到10月份吗 他们好像有提计划说要到10月嘛 11月底 因为它是30月 这样的话 那跟我们原先的计划1900会差很多 我们尽量去达成 因为实话来讲 就是因为现在政府在金融风暴以后 推出很多的一些行政的一个做法 那其实是稍微有一些排挤的效果 但是因为我们这个青年职场体验计划 它是一个例行性常态性的一个计划 所以如果说在 如果政府这些特别措施没有的话 它还是有一些继续存在的必要性 而且就实施的一个成果来讲 它的流用率都蛮高的 所以它也帮助了一些青年 培育优质能力促进就业方案影响到 其实多多少少都有 其实从 那我们青五会 现在有关这个培育优质能力促进就业方案 我们每一盒多少 我们好像都已经1947个到目前实际上工的数字 因为有人去了 是从几月开始 从好像四月五月开始吧 五月 五月开始 对 到十月 对 那目前为止 将近两千人 对 因为我们的目标是两千人 那青年的职场体验计划 从一月到十月是一千三百人 那当然中间条件不一样嘛 是 对不对 一个时间 对不对 你青年职场体验计划是三个月的时间 那刚刚讲到这个优质能力促进就业方案是十个月嘛 一年 一年 那它是补助两万多 而且待遇不一样 对 一个是两万两千块 是 一个是最低工资 一万到一万二 一万到一万二 我们只有补助一万到一万二 所以连最低工资都还没有 那个企业会相对提拨 那因为这个计划 就是有关这个培育优质能力促进就业方案 这个计划会一直持续到明年 是 那所以换句话说明年 有关明年的青年职场体验计划 也会受到影响 我跟委员报告 应该是这样看 就是说 在青年就业这一端 这个面向来讲 其实政府做很多的措施 并没有办法协助到每一个有需要的青年 所以它的计划可能是不同层次的 那在这个部分上 也许它没有办法 就像委员觉得说好像有点资源排斥的效果 但是实际上他搬到的青年是不同面向 比如说在非营地组织这两千人当中 他协助到很多青年是有意 往社工或者是其他这个面向 去非营地组织去服务 比如说我自己去仿视很多的青年 有的青年他学的并不是这一个科系 但是因为他对社工很有兴趣 他因为有这个机会 他才有办法进入社福机构去服务 好 我再想请教一下主委 有关青年职场体验计划部分 我昨天晚上还上你们的晚上 谢谢委员 我统计下来大概是60到65 是 因为其中 换句话说 就是中途留职的 中途离职的 差不多有35%到40% 这个原因是什么 我跟我说这个部分我曾经有去了解 有的青年他离职的原因是写说 他跟这个工作跟他想象的不一样 那有的会觉得说工作时间太长 因为毕竟社会的工作跟学校 还是有一些落差 有些青年 那所以说是到了职场以后 跟他想象的不一样 对 还是说 也有的说工作太重 我们在每一盒之间 在每一盒的当中 给他的资讯不足 让他有无法掌握 所以到那边会发生这个问题 当然我们也不排除会有这种状况 在这部分上如果我们可以努力的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是不是能够把我们给的资讯 越来越充分给他 然后来 因为我们每一盒不容易 可是每一盒到现实完成 竟然有三分之一左右的学生 会离开 中途离开 所以这个部分 我觉得这个应该有加强的空间 另外就是说流用的部分 从你这个统计资料上面来看 流用大概90%左右 有的是90几 有的是80几 每年不一样 对不对 那流用以后 我们有没有再去继续去了解 我们也在没有再去去调查 他流用的工作是什么样的工作 他流用以后 多久又会离开他这个职场 换到另外一个工作 这个有没有在后续的追踪 这个目前好像是 我们有每一年执行完 都有一个计划去审视这样的一个成果 但是并不是每一年 因为你们审视的成果 从你们的网络上面来看的话 只有说流用的百分比 对对对对至于流用以后的状况 还有他流用的工作是怎样的工作 一般而言 比如说我上次碰到一个青年 他是念食品营养系的 他透过这个计划找到在 他喜欢旅游 所以找到在旅行社的工作 那他那三个月本来是一万多块 三个月完之后变正值 他一个月薪水三万到四万之间 所以所以也许在这个部分上 我可以要求我们的同仁 在未来再做更进一步的了解 就是说当他流用以后的工作 到底是典型的工作 还是非典型的工作 目前我碰到了几个例子 听到的案例 观察到的是都从这样见习转到正值 都是正值 就我听到的部分是这样 非典型的工作有多少 有没有去调查 还是不知道 我们没有非典型 我们没有接受非典型 我们这样的一定 我们政府不做 我们没有接受非典型的企业 来申请那个计划 我的意思就是说 正式的企业申请 申请完了他留用 留用一段时间以后 会不会说不定 我今天刚开始留用 留一个月以后 我就把它变成一个 非典型的工作给他 所以这个部分 我是觉得我们政府 应该要去了解一下 因为非典型的工作 对比较没有保障 绝对是没有保障 薪资低 保障低 没有保险 没有自主性 没有自我性 稳定性低等等 所以对于非典型的工作 如果是我们政府 到最后 只是给他一个派遣工作 只是一个部分公司的工作 或者一个电船的工作 那这种就失去了 我们花那么多钱 来安排 给他做一个非典型的工作 我觉得这个是 如果是非典型的工作的比例 有一相当的 一个比例的话 因为照老委会的统计 光是这个部分公司跟派遣 对 在青年人里面来讲的话 就占了15% 就15%的是在做非典型的工作 所以这个部分来讲 如果是做非典型的工作 如果反而我觉得 反而不如我们把这钱 拿来给他在职教育 反而对他更有帮助 所以这个部分 我想请这个主委 能够再继续了解一下 我再请教一下 你今年有一个新增的项目 就是国中毕业 卫生学就业 这个青年青少年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计划 这是针对国中毕业 卫生学未就业的一个 青少年这个部分提出的一个 长达9个月的一个辅导计划 因为这群青少年 他因为已经完成了义务教育 所以他严格讲起来 也不归教育部款 但是他已经又是成年了 他这9个月的教育 可是我看你的细项来讲的话 一个是第一阶段 是4个月的培训课程 第二阶段是两个月的企业建训 然后还有三个月的追踪辅导 这是我们今年事办 三个月的追踪辅导 就是打电话关怀说 对 就是打电话关怀这个学生 目前比如说他进入职场建训的状况 或者他选择回到学校 他目前学校上课的进度 是不是跟得上 有没有什么问题 需要在单位的协助 所以是做后续的关怀 电话追踪跟关怀 那可是这些学生 在两个月的企业建训完了以后 是 我们还有给他做一个媒合的工作吗 还是说两个月建训完了以后 你就 有 就都有 随便 没有没有没有 就让他认识离开了 没有没有 就是9个月的长达 这是长达9个月计划 两个月的整场建训完之后 如果能够留用在这个企业 那不然的话也要负责 就是说 介绍说他的一个 如果他已经确定他的兴趣了 比如说他去工作之后 发现他自己在专业技能上 需要再增进 我们可以介绍他到职讯中心 或者是在这个技术学校 或什么学校这边 如果可以再去念书的话 那这个部分我们都有 目前的一个计划 完成培训的一个 379个同学当中 已经有293位同学 确定他是要就业 就学获到职训 已经高达77%的比例 有这样的一个决定 对 所以继续就业 或者是就学 就学 占了百分比 照你刚刚讲的话 差不多70%几 对 那还有20%几的 他们是怎么样 跟委员报告 那另外有 12% 就是46个同学 他已经确定 他有一个 执癌的方向 但是还没有适当的单位 那 我看你的计算的内容 这个专案执行 及人事费用 一共八个人 对 这八个人就是六百万 跟不止八个 不止八个 还有助理 还有他的 专案经理一人 助理两人 注点一人 分区经理四人 一共八个人 那你学生培养了四个月的 培训课程费用 一个学生 两百个小时 专案学总共的费用 我跟委员报告 所以你学生来讲的话 他是两百个小时 一个小时才一百块钱 在课业培训 所以三百个学生 六万块 六百万 这八个人 也是六百万 跟委员报告 在这个部分上 我们愿意来做一个协调 就是回去 来做一个调整 只要能够尽量 把钱用在学生身上 但是我跟委员报告 因为他们业务单位 在当初规划的时候 是用今年度的一个经验 因为这个同学 我们23个单位 分布在北中南东 那这个初期的孩子 比较坐不住 他需要很多的 一个去仿视 去关怀 甚至动用一些 比如说有企业的机会 让他们去实习 让他们去鼓励 各个面向 所以那个时候 我们在初期的配置上 是这些大人的协助的资源 就是有放了一定的比例 所以今年已经是 我们愿意来检讨 而且你想想看 他如果学生四个月 实习两个月 六个月 那一个人 八个人的话 一个人一个月就十二万五 如果是我们今天算他好 就是最后三个月 最终九个月 九个月的话 一个人一个月 也要七八万块钱 所以这个比例太高了 这部分我们会检讨 所以我宁可把这个钱降低下来 把学生的人数增加 对不对 因为我们学生 第一个阶段四个月 是两百个小时 一个小时一百块 第二个阶段去实习 最低工资 一千 一万七千多块钱 所以在这个部分 对学生来讲 我们给他的 是不是比较偏低了 如果我们 因为现在你打工 一个小时也差不多一百块 最早 最少九十五块 打工的话 一个小时 也是九十五块 到一百块之间 所以我们给他去 客业部 一个小时 一百块 可是给人 给那些专案经理 一个月 七八万块钱 我跟委员报告 因为这个计划 他还没有 还没有 等于要到立法院 审完预算 这是明年的计划 我还没有看到 这个他的分配的状况 但是我愿意在这边 承诺委员 就是说 这个部分我们回去 就会检讨 希望把这个钱 尽量用在青少年的身上 在这个部分上 只要不影响 那个品质的前提条件下 我们尽量把人 还有这个行政费用 把它降低 而且这八个人里面 除了六百万的薪水之外 还有一百五十万的宣传费用 宣传费用是跟委员报告 就是说 我们希望把这个教育 跟孩子的互动的过程 可以把它编成一个书 因为我觉得 虽然我们可以协助 像今年的计划是六百多个 明年是三百多个孩子 但是还有很多的孩子 我们帮不到 所以如果可以把这个经验 或他们改变的故事 把它做出来 可以让它影响到更多的人 相对的这些费用 我觉得要好 是不是可以尽量的 我们来检讨 好不好 好 谢谢委员 谢谢蒋委员 主委请回 接下来